昨天我收到一位来自广东省佛山市建豪兄的私信 他找到我的目的是因为他想配台稍微性价比多一点的电脑 那我随即也是问了建豪兄有看过我的视频吗 建豪兄语气中带了些许的坚定告诉我 看过 OK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这一套配置的话 就是我给建豪兄准备好的配置 i7-11700K Z590F华硕的主板 飞龙360ED是所有的标配的32G固态 32G内存以及1T的固态 其中显卡方面因为我们建豪兄准备是过渡一下 所以随随便便用一张3000Ti就够了 那电源的话就是为了以后升级方便 准备的850瓦的金牌全摸住 不过说到这儿我脑子突然一转感觉不对劲了 建豪兄你这850瓦的电源都上了 何不直接上他个3080显卡呢 对不对 毕竟上一个等待307的显卡的人 已经等待一年了 你真的愿意等吗 再说了早入手早享受 你也不用天天想着显卡这个事了 对不对 那在我的一期话语之间深情流露之下呢 建豪兄 沉默了 但是话语之词啊 我们的建豪兄 犹如寡胆的一气终于是强硬了起来 告诉我说啊 就按你说的做吧 OK 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一套ROG悬崖桶的话 就从3060Ti的猛金 换成了3080猛金显卡 建豪兄也同意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啊 开始收集吧 那这一次我们建豪兄的CPU 固态以及内存呢 都是新生代的标配三电套 也就是我经常给大家说到的 i7-11700K的CPU啊 也就是8核心16线层 跟咱们的旗舰 也能相提并论了一个 性价比高一点的CPU 来 起出来 那其中呢固态的话 一滴的固态啊 目前大部分商业游戏的话 普遍占用在100多个G 那么10个8个游戏 或者存放一些小型的文件啊 也是没有问题的 其中的内存的话 也就是咱们的知其皇家级啊 16G乘2 32G的3600频率 这个频率用来直播 剪辑视频 后期处理啊 随随便便啊 只要是工作都能解决 来 吃个梦 那我们这一次应用的主板呢 是来自华硕的 奥基的Z590F 给米版啊 这一款主板可能大家见的比较少 那这一款 这一款主板呢 是稍微比吹雪要好一点啊 那主要是 它的一个MOS左上角啊 提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用料会比咱们的吹雪会更多啊 温度会更低 更稳定 可是这一块装甲部分会更多 其次在一个接口方面的拓展性 和兼容性会更好一点 那这一块 就是华硕的Z590F 那A就是我们经典的四模环节啊 安装我们的CPU 把咱们的固态呢 安装到你CPU最近的第一个插槽位啊 那用咱们的缺口对准 咱们主板的缺口啊 OK 拧上咱们的M.2螺丝 把我们的内存 依旧是按到24通道 那其中水冷方面啊 就是所有ROG的水冷里面 最具性价比的一款水冷 那么在千元左右的价位 华硕ROG的飞龙360 一体是水冷 那取出它的原装风扇三把 那飞龙的水冷的话 我最喜欢的就是咱们的圆形的冷盆 因为它是自带的RGB啊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在冷盆方面呢 我们这次用的是原装的三把飞龙的风扇 加上咱们啊 应该是很少看到过的 九州风神模影的120PLUS的风扇啊 那到底好不好看呢 等会儿装起以后啊 咱们再欣赏一下 那机箱呢 依旧是我们的华硕ROG的太阳绳啊 把咱们的主板 放置于机箱的孔位上啊 安装好我们的主板呢 那下一步今天安装咱们的电源啊 将我们电源的进风口朝下啊 对准机箱的后卫部位啊 打上咱们机箱自带的四颗螺丝啊 那安装咱们的360冷排啊 看一下 非常的厚 安装我们的冷头啊 那咱们这颗水冷啊 飞龙水冷就不用上硅子了啊 如果说评论区有出现 为什么不上硅子啊 希望你们帮我回答一下 那对准角度啊 直接扣进去 OK那我们接下来这台机器啊 前部的360的风扇啊 三把加上尾部的一把啊 就交给咱们的装机小哥 包括咱们的零力二代迷红线 以及ROG的定制的四线套的灯板啊 还有咱们的走线部分 通通全部交给我们的走线小哥 OK那我们这一台ROG选项桶呢 除了显卡部分 其他全部装机完毕了 那显卡呢 咱们机主也是说了啊 他想亲自安装一下显卡 体验那个上机 咔嚓的那一声感觉啊 所以说呢 我们就不装机了 把这个全新的3080捧型显卡 直接寄给咱们的一个 建豪兄啊 那最后非常感谢来自我们 广东省佛山市啊 建豪兄的一个支持 那就简单的欣赏一下 没有显卡的ROG 钱家桶吧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